那些名字有几个 他不干净的 尤其文艺界这帮人 你说有几个干净的 全都浪的公子 这两个老百姓反对 一个他妈的拍电影的 弄他们好几个亿的盖房子 他他们哪来的钱啊 对啊 那些打仗的受伤的 都他妈挣不了这么多钱 他们就轻轻松松的 挣的钱比较多 满钵满的 不是说 谁想怎么呀 是大众怎么呀 你想的话 一个李商量唱歌的一个将军 就帮唱歌 都不会有什么资格当将军 你真是军队出身也行啊 没有那一说 一点军功没有 您就要当将军 就跟老百姓熬功龄似的 我熬过功龄 你得给我平之争 他们军队 你到那年头 那个人评级别 是啊 评险啊 对啊 但是评不到将军 这事儿 多年那棋子熬成了 对 真是 真是这样 熬成了 硬熬成了 熬成的将军和唱歌唱成的将军 与真正沙场上建功立业的将军 那是不能可比的 我们最佩服的 最喜欢的 还是我们保家卫国的解放军 这样沙场建功立业的战士和将军 才是我们最崇拜的人 也是我们最尊重的人 对此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中留言吧 这里是北京话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